令人难过的是梦想并没有实现 日本资鹤县女子佟真希从小背负着妈妈的期望 希望她能考上医学系进而成为玄壶济世救人的医生 她也受到经典动漫外衣黑节课的影响 希望朝着医学系努力 只是医学系并不容易 她在2005年第一次考大学并没有考上医学系 妈妈竟对亲戚说女儿考上了医学院 从此开始了连续9年的重考人生 只是一直没考上医学系 妈妈严厉控制她的生活 不但没收手机连洗澡都必须一起洗 她向妈妈求劳承认自己比较平凡 真的考不上医学系 但是妈妈只同意她改考重产试 不同意她考心目中的护理系 2018年她又没有通过重产试考试 妈妈崩溃了整夜大哭大叫 她也崩溃了 她伤害妈妈还在网络留言 终于战胜怪物了 这样应该可以放心 警方扩案后 日本法院日前判网十年薪期 国际中心综合外地报导